在这里就开始会有所谓228事件的这些所谓的处理委员会 为什么要处理委员会 陈宁就开始发觉到的 现在台北发生 台中也发生 高雄到处都发生 他觉得事态严重 他就告诉台湾人讲说 你们各地的士绅组成处理委员会 然后你们来讲 告诉我到底哪个地方要改善 你们包括现场要改嫌 什么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提建立 那228委员会都是谁来做 当然是当地的士绅 当地的医生 医生 老师 校长 什么上面族裔青年团 这些知识分子有势力的人 会热 太热 太热了 听得热血沸腾 对对对 没有那么严重啦 历史 历史不必特别替他解释说当时时空怎么样的 只是说这是一个数据我们不要再换错 这才是历史教义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要解释这个历史的话 大家讲这个立场 你看把这种立场解释解释不完 但是历史就是说这些做错的事情不要再换 这才是历史教义的目的 是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你看这里的这些都是 你看像这边也是一样 像这一个所谓的章七郎 这个是医生 他底下就写欢灵欢灵 结果他军队来就把他抓起来了 他是医生 而且他家四个三个医生 结果老爸被抓走砍死了 然后二人砍死了 另外一个弟弟是刚好他有国民党的党政 他说我国民党 所以没有被抓 就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被被 你看张中人张国人 这个都是被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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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杀掉 那这些人不是医生 就是律师 你看看 这些是律师 他们其实上班有个自治的萌芽就像 這個時候處理委員會他只是說 陳寗告訴他們說 你這一個比如說武漢 武漢市的人組成一個武漢市228處理委員會 來告訴政府說好 我們這裡不是自治喔 怎麼樣去做所謂的安撫民心 那政府怎麼樣來處理他們 他們主要是面對的是中央政府 專動的不動 沒有沒有 當時陳寗而已 澳大利亞 新西蘭都這樣滿很努力 澳大利亞 新西蘭以前 在英國的統治下 就是這樣自治後 他們就完全自治了 可能那時候都在模仿 他們一期幾年的時候 澳大利亞 新西蘭沒有 這個當時沒有這個概念 這個都還沒有 也沒有萌咬 當時只有想說 看到當時所謂的台灣人跟所謂的外省人 這樣衝突會有死傷這麼大 很危險 所以當時支持民主都是這麼的 這樣不對啊 都是漢民族啊 什麼什麼什麼 要這樣子打這樣子 所以他們出來處理 結果處理好了以後 不對啊 你就照照照照照 這是左權壞的陳醫師 真的我覺得 講天師是因為太緊張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過打這麼多人 講天師是沒辦法 你可以替他解釋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 反正這個就是 我說講說這是事實 好 這裡都是這些人的被殺 你看 你說處理的這些人反而被殺 對啊 這些都是 聽起來真是 聽起來很不合理啊 為什麼 怎麼不合理啊 很合理啊 他去處理幫忙 這些人都有民策啊 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士生啊 但是他幫忙出來處理啊 幫忙是你講的啊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嗎 我是講說他要 陳瑜要求他們成立 請他來做為政府協調的角色 對啊 但是陳瑜翻臉啊 翻臉啊 當然翻臉喔 我幹嘛跟你卸上 我是官欸你是靈欸 長期的中國政治家 對中國的政治家的現街跟英國的他們不太一樣 所以英國的經濟的人慢慢都獨要 大了 還有廣東大的 俠客戶的很好 俠客戶的很好 但台灣不信 他們是在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說 你說 獨立好不好就明白 就是說 你要有怎麼樣 要有這些國家 這個地住在這裡的要秀 要這樣子才對 這個畫家 這個畫家 這個畫家更是 他是非常的 怎麼講 因為他會講 當時會講所有的法語 會講北京話 這個畫家 他有去中國教過書 所以他會講會講 會講所以他就來 你看 陳英波日日時代 懷有中國民族意識 戰後歡迎國民政府熱血 投入政治改革 還當一些市議員 因為他會通曉北京話 所以他就去協商去當官吏 結果部隊來就抓走 就把他打死 就死在這裡 他太太知道說這個是一個歷史事件 是一個冤區 一般台灣人死人不照片 沒有人死去拍照片 但是他知道這個是冤枉死的 所以 抬回來以後還特別跟他拍照 當時拍照不容易 你不是現在說照相機拿來就 六七十年前的那個照片 底邊是很貴的 這個特別還把它拍下來 這邊你看這個也是一樣 司法界新聞界 都是當時都是知識分子 來 幫你們看一下這個比較 這個就是要像 你看看 當時惡霸發生的時候 男的被抓走了 那女的呢 你看家裡剩下一個老阿嬤 還有你看太太還有懷孕 還有兩個小孩 家裡的經濟斷糧呢 靠誰這樣養下 看這個媽媽這樣 韓人韓淚這樣養育孩子 所以媽媽偉大 每次我就真的 女秀偉大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創作的 他把當時時空的悲哀 把它具象化 是哪一位 哪一位他們不知道 你看這裡 你來看看這裡面都是照片 就是死傷 這裡面有照片跟那個 可能都是惡霸的遇害群的家族 當然他選擇把它做這樣 他就會把這些東西 你講以後他再把它具象化 把它做成這樣子 事實上不是這麼悲哀 對不對 當時國務長在抓人 是哪裡有什麼講證據的 有人密告就抓 那你要來 你要來 纏事情哪錢來 所以黃金金條這樣子 這樣子篩 國務長就把人家破槍都把人打開 對對對 沒有錯 這美國都不想幫他 對啊 對啊 對 你很了解 沒有錯 對 那你很了解 金家座的展介石 對對對 對對對 要不是韓戰真的人 展介石也罰 對 來我們看這邊 看看家庭的意 228發生以後 因為政府把他定位他們是所謂的判犯犯 所以那個家屬一直到 李登輝代表政府跟遺族到現之前一直都不敢講 家屬都不敢講 不敢講說他是228的受任者 都講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家沒有人參 沒有人參與證據 後來228平反了以後 這些人政府 這個李登輝代表政府跟他們家屬道歉 還頒發這個證書給他們說他們不是判犯犯 哪一年平反的 大概李登輝那個時候代表政府平反的 90年代 90年代平反 差不多吧 對 差不多90年代 40年代 40年 所以他們就開始出來 就開始會比較敢講 但是大部分還是不要講 因為已經 有的老一輩都已經乾脆不講 因為那個恐懼太大 你不要看那個照片 這個東西是一個事實的 也不是模擬出來的 可是想對那個媽媽來講 他會教育還是怎麼講 政治不要參與 所以台灣人有一句話就是 政治聽聽就好不要參與 台灣人參與政治是這幾十年才開始有 以前不會有人參與政治 對 這裡就是他們的這個 你怎麼講也是什麼生懶 現在還有這個名稱嗎 對啊 以前不是這樣講嗎 以前這樣講 其實這個都不好 好 這個對 對 你們沒有 沒有打開那個視野 那個視野也不好 所以你看台灣為什麼 跑到海外以後 就混混喊台灣獨立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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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就是 反效果 你政府 沒有好好照顧 國民 你幹嘛要去把它 殺到 國家就是要給人民 幸福 安全 對不對 保護它 這個不是你反而 是虐殺它 當然 你看這些 其實這些人都跑到國外 到美國 跑到國外去 到國外去 到國外去 這樣子就生意子出來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 因為人會比較 我說人 最有意思 人會比較 你這個什麼時候 這個什麼時候 就像你去上班 公司 這個 錢運的董事長 跟這一類董事長的 這個福利好不好 人家就比較出來了 很快的人 比較出來